大家好,我是李大峰,来自英国 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谈 因为报告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知道台湾最好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 不是台北,也不是台中,也不是台南,而是高雄 你说高雄,高雄有什么好 前几天我跟一些朋友谈到这个内容 哪一个是台湾最好的一座城市 我说当然是高雄 他们说大峰,你已经缝掉了,你是缝子吗 我们会把你的丰富的缝拿掉,换成缝子的缝 我说不是,肯定是高雄吧 那昨天我有一个台北的朋友,他下来高雄 他来高雄玩 他是德国人嘛,他居在台北,他在一个公司里边工作 那昨天他又跟我说 他说大峰,高雄我没有想到那么好玩 那么很多有趣的地方,好玩的地方 而且他的生活费跟台北比起来比多了 我说对啊,当然高雄是最好的 他说对啊,因为昨天他去西子湾 我最热爱的地方西子湾 然后他说哇,这里漂亮,有海,有山 而且有个大的城市里面 交通都很发达,有轻轨车 街运,很多街运站,高铁站 台铁,火车一般的火车等等 很方便 我说对啊,当然高雄是最棒的一个城市 台北很贵 所以他也觉得高雄是第一个 我也觉得高雄是第一个 那你们可能觉得,为什么你觉得高雄那么好 我来台湾可能好像快五年了 我带过台湾几个城市 我也曾经带过台北 但是当然台北好 但是我第一次来高雄的时候 他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而且那个时候 那个大概四年前 那个时候高雄不像现在那么发达 因为这个四年来 高雄的发展 我觉得就好得不得了 昨天我跟我的老婆 我们去博二 因为一个朋友跟我们讲 她说这个周末博二有一些活动 包括音乐 还有一些表演等等 人非常多 人产人海 大排长龙 真的很多人 从来没有看到 那么那么多人 昨天真的好玩 而且高雄呢 他的名字高雄 这个很特别 高的高 熊 英雄的熊 为什么他有这个名字呢 因为本来是打狗 当然打狗听起来也不太好 看起来也不太好 就是打狗 跟那个 打狗这个名字 从那个 原住民语言来的 但是他们没有字 所以汉人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听到 他靠他靠打狗 他们用那个 汉字写下来 所以变成打狗 然后 日本 来台湾 统治台湾的时候 才完成 这个名字 所以从此 他就叫高雄 当然日本的发音 跟中文 也不一样 但是这个名字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意思 因为我们有台北 北部 台中 中部 台南 南部 然后高雄 你觉得不一样啊 所以他的名字 就是代表他很厉害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座城市 因为你有博厄 这个地方都在发展 有很多新的地方 你可以去逛逛 还有我们有请鬼车 虽然有些人在抱怨 但是我觉得他会带来一些好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 这个城市的发展方向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 高雄就是一个工业 工业很强的一座城市 那现在他在慢慢变成一个 有科技 有那个很很文明的一座城市 他现在跟以前很完全不同 因为以前人谈到高雄 他觉得高雄那个爱河很脏 那边很臭 你看现在很漂亮很漂亮 但还有人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他说 但是好是好 但是还是不是第一个 我说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要下来看看高雄有多厉害 想不相信有你 最后呢 为什么高雄那么好 我跟你讲 高雄人 高雄人 高雄人非常好 虽然我觉得所有的台湾同胞都很好 都很好 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台度不好的台湾人 我来自英国 英国 可以说很多人脾气很大 脾气不小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非常文壤的一种感觉 非常nice 也很helpful 就是如果你到一个城市 不熟的一个城市 你问那个路边的人 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你知道怎么走 他们部分的时候 会很耐心的告诉你 你到高雄 你不知道怎么走 他们会骑摩托车带你去 说我知道 我知道 姐妈带你去 可以 好谢谢你 高雄人 我跟你讲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真的觉得高雄人非常很棒 而且我爸妈都来过高雄几次 当然我爸妈完全不会中文 但是 他们因为我要去工作嘛 所以他们会 可能自己去走一走 他们会打劫院 或者小黄去玩 他们跟我一样最喜欢的地方 是西子湾 但是他们会去explore 高雄 他会来的时候 他说 今天我们遇到很多人 都非常非常温然 非常热心 高雄人 台湾人都很耐心 对啊 这个是因为我很喜欢 住在台湾 对啊 因为台湾人真的很耐心 尤其是 是高雄人 所以 如果你没来过的话 一定要抽时间来高雄玩 高雄最好的部分 是高雄人 高雄人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高雄是一个非常好棒的一个城市 高雄未来发展方向 厉害 所以我就是要出来支持高雄 支持台湾 对啊 所以台湾加油 高雄加油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